大家好 我们这次课继续学习朝全碑 这次课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孝字 这个字的话 我们从字帖上一眼就能看出 它是一个粗细对比 收放关系都特别明确的一个字 那我们就需要注意到的 就有两个地方了 一个是粗细对比 就是它横画 长横画 和这一个撇画十分的粗 第一个横画 以及下面其他的这些笔画呢 又写得特别的细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先来写一下这个字 我们看它第一个横画 我们可以看到是 它起笔感觉特别的细 特别的轻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不要像现在这样一个感觉去写呢 其实这种感觉的话是一个错误的感觉 我们在例书里边 即便像它这种细线条 我们也不能直接顺入 而且把尖写得很虚 我们顺入的时候可以写 但是呢顺着笔尖顺着进去的话 笔度啊要慢慢的就要加进去了 这样看起来更饱满一点 那我们看到它这个这么细 怎么去写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利封的动作啊 过去把笔封藏进去 笔尖藏进去 然后再慢慢的加出 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这样写出来的线呢 它就看起来不会特别单薄 好 接下来是这个短数画 短数画的话和横画 它的出息对比相对就有了啊 好 接下来是这个长的一个横画 这个长横画的 我们起笔往上顶啊 往上走 好 我们还是一个利封这样再往上顶啊 好 顶进去 笔度铺开 同时行笔方向往哪边啊 往右边过来了 好 这是一个由粗提细的过程啊 好 后半段呢 就是一个由细 逐渐压粗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这一笔我们就完成了啊 整个感觉的话 整个一个粗度就保持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在写细线条的时候的话 就需要注意啊 和这种粗线条和这一块啊 这边这一个区区对比要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们马上就会写的一个细笔画啊 这一个短笔 这个短笔的话相对就要轻盈一点啊 然后它收笔的话它是和这个横画是一个虚接啊 字贴上的话感觉有点断开的意思啊 好 同时呢 这个撇我们正常在写的话 我们应该是做延长线直接就这样撇下来 对吧 可是我们曹全碑包括很多隶书啊 它的一个写法都不太一样啊 正常的话 我们一般凯示都还是这样写下来 像这一个的话 它有一个就断开了 错开了啊 这一个它是偏移了一个方向啊 收笔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做一个参考啊 略微的往左边出去了一些啊 下一个笔画 你看我写这个尖的时候都是这样过去再过来啊 把笔尖藏一下 这最后一条线呢 它是略带弧度的啊 这种弧形的感觉 好 包括你看我写这一个旗笔的时候 都是这样过来啊 这样逆封 等一下 再行笔 我们再写逆数的话 可以去注意一下啊 藏封啊 把笔尖藏进去 好 那么这个字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好 好